2024台北馬拉松 將於12月15號登場 目前開放報名參賽 去年首度引進的早餐跑 也擴大舉行 另外為了響應 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的 公路賽項目 今年也新增了 九公里時裝運加油組 被很多跑手 視為年底最重要的一場賽事 也算是期末跑的台北馬拉松 今天正式宣布開啟台放報名 從1986年至今 將近40年的時間 今天正式向大家宣布 台北馬拉松獲得世界田徑總會 金標籤的認證 謝謝辛苦的 幸福同仁 夥伴 贊助企業 協會 大家共同的努力 為我們爭取到的金標籤 是全台灣目前最高等級的馬拉松賽事 當然這過程其實並不容易 我們不管是從選手裁判 工作人員到志工 每一個規劃的環節 我們都盡全力的 無核金標籤的標準 甚至更就是希望萬無一失 在今年能夠爭取到 當然也謝謝我們地方很多團體 包括慈喲公 陳雲峰董事長 宮廟大家大力的支持跟協助 讓我們爭取到金標籤的認證 那一方面 台北馬拉松也是全球第一章 獲得英國標準協會的 BSI碳足跡查證認證的馬拉松賽事 大家掌聲鼓勵 這也結合了我們台北市 努力施政願景的永續共榮希望 首都最重要的前面兩組 永續 讓我們的馬拉松賽事 不只是金標籤的認證 而且是綠色馬拉松的賽事 另外一題 去年我們首都納入了 三公里歡樂早餐盤 我們希望不分年齡 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來參與 所以去年第一次三公里歡樂早餐 就五千人數 那今年我們除了維持3K 我們另外加了9K 世界壯年運動會加油 也就是為明年2025 世界壯年運動會在雙北舉辦 做一個暖身 所以我們希望 臺北馬拉松這個賽事 最具特色的城市型賽道 經過臺北市各個地標特色景點 我們也希望不分年齡 不分族群 不分性別大家一起來參與 這項金標籤的馬拉松賽事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自從2019年 我們臺北馬拉松 向世界田徑總會 申請同標籤認證以來 已經第六個年頭了 那麼今年 終於我們取得了 我們世界田徑總會 認證的金標籤任務 所以剛剛市長也講過 是不是大家來鼓掌一下好不好 這些都是我們市政府團隊 以及所有的在座的貴賓的一個成就 那麼今年的馬拉松 也是這層廣年一樣 我們繼續往節能減碳綠色永續的方向來進行 同時我們也增加了很多的賽事的組別 同時增加了很多的一個趣味的活動 那麼讓更多的跑者能夠來多多來參與 那麼我在此請代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感謝市政府團隊的多年來的努力 以及所有贊助廠商的協力 還有工作同伴 所有的共同的努力 讓我們臺北馬拉松 能夠在世界上發光發熱 這是我們大家的光榮 我們非常感謝喜歡路跑的朋友 讓大家努力來報名 同時我們也要特別邀請我們臺北市的市民 大家來給我們臺北馬拉松當志工 或是當我們的拉拉隊 大家共襄勝局 其實呢我還要再強調我們剛剛市長講過的 我們比賽的前一天 12月14號 我們要舉辦一個馬拉松早餐路跑 我們希望大家福老細幼 大大不管哪裡 大大小小都來參加共襄勝局 臺北馬拉松今年也特別找來參與 非常的辛苦 就當時的計程小姐 她用那個一般物質的這個鋼尺 然後這樣拉 測量出來的 所以呢 是非常辛苦的一個賽道的一個規劃 還有我們在起跑的時候呢 是在總統府前面的廣場 起點終點都在那邊 很重要的一個是 我們要先參加瞬級典禮 完了之後才開跑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經驗 釋逢臺北建成140週年 臺北馬拉松也升格為 世界田徑總會金標籤賽事 今年主題重新定義 邀請大家重新定義自我的極限 重出夾擊 記者旺俊 臺北報導